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 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说的这不是非要不可 让你非要不可 刘军耀受要要 礼拜一对阵嚣耀 这么像是黄珊珊 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你好 刘哥好 大家好 黄大律师也是我们台北市议员 内湖南港地区 选出来的市议员 最近我们一直看到市议会 这个一直在吵吵闹闹的一些事情 好多事 对很多事 那我稍微整理过滤一下 有几个事情是我觉得 认为台北市民也都应该去了解的 但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卡在那边关键点是什么 怎么应该怎么突破 或者是怎么样呢 我想身为台北市议员的黄珊珊 应该都有一些了解 或你有一些复案 也要让大家台北市民先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其实你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一下子一转眼就到了 我先来谈一个市大运 这个叫做世界大学运动会 2017年 这是我们在台北市要举办的 是不是 那总共的时间前后总共12天 12天的市大运 那12天的市大运呢 现在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问题 我先简短的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 大家先有个概念 我们要了解市大运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中央的预算还没准 你台北市呢 就要用预算去干嘛干嘛干嘛的 中央告诉你说 你再用以后我就不还你 那你到底要不要用 但是台北市觉得 我怕来不及啊 对不对 我怕来不及啊 我现在不赶快 比方说把数赶快移移 那你到时候怎么会来得及呢 好 这是第一点卡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 从一开始 从提关渡体育园区开始的那个计划 一直到现在的林口国宅预定地的这个计划 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方案 而且是中间啊 变了好几次 变了这好几次呢 我们后来又发现 哇塞 高雄市呢 本来提市大运的预算 他们只要花86亿多了 我们台北市却要花400亿以上 差五倍 可以拜五个市大运 这就为什么呢 当然这两三个关键问题的大问题呢 我现在今天就好好请教散散一下 让台北市民也稍微了解一下 那炒市大运在炒什么 那都没有一个时间呢 让大家呢 非常清楚的听一个 听一个名义代表 好好的解说一下 告诉我们说 这原因是来龙去脉是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解决 好不好 来一下 我们就从第一个 为什么中央预算还没有准 然后呢 我们地方就开始 台北市政府就急着一定要弄呢 所以现在真的叫做 有点那个 已经改压子上架了 是 不得不做 因为当时 有去争取市大运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也争取过亚运 但是 其实当时都是写一个初步的计划 就好像先写一个申请书 然后我导认怎么做 导认怎么做 那当时台北市 台湾有四个城市 一起跟提委会申请 那提委会后来选中了台北市 然后送到市大运的总部去争取 那 后来 不小心我们就争取到了 其实争取到了之后 大家 也是高兴啊 因为毕竟这么大的 仅次于奥运的这个活动 那当然对台湾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中央跟地方 到一起来合办 有一人出一半的钱 但是 中间卡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争议 就是我们的选手村的预定地 其实在高雄市提出他们在国内争取 市大运的预算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提出他们整个市大运的预算 他们totally包括选手村的新建 totally只要86亿 4400万 所以他们 他们用的是中游的宿舍用地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固定 将来也会有人住 然后也不会多花钱 那时间也很快 所以他们的计划是86.44亿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办整个场馆的新建 跟相关的活动内容以外的 其实我们有200亿是用在 所谓的领口选手村的新建 好 所以我们花的钱 是当然是很大 那这个 现在选的这个地址呢 其实不是一开始 市政府申请 市大运总部 那个计划里面的地址 我们原来的地址 是在我们自己的官渡平原 那官渡因为是 都是私地 都是农业区 对 都要办理征收 是 这个其实时程上会更久 所以后来就 好像我们自己对外宣布了一个 叫做A7的合一住宅用地 在领口 好 可在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 内政部营建署就回了台北市一个公文说 你们去申请市大运的时候 并没有跟我们协商 选手村的用地 就自己宣布 A7合一住宅 是选手村用地 那A7我已经招商了 我已经发包了 我不可能再跟你配合作为 市大运选手村 所以请你 必须外找地方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看 那是去年 好抽招 你已经得到了 然后才跑出来内政部营建署说 你说的那个我没有同意哦 而且你没有来找过我 怎么会这么粗糙呢 这个不是 我们就开个玩笑就是 有人跑出去抢了个老婆回来 老爸你要盖个房子给我住 因为老婆抢回来了 对 哎呀你不盖我 你盖个房子给我住 我老婆住哪里啊 老爸把你的房子就要给我住 不然你就要帮我找乖地给我住 所以他就开始 内政部也没责啦 霸王已经上工 对 内政部也没责啦 他只好在这个林口的 目前还有国宅用地的地方 整个限制 也就是目前是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的这个限制 他是国宅用地 所以马上可以变成所谓的住宅 所以马上就变成从A7 不从关渡 关渡变成A7 再变成限制 那重点是 就算是限制 我们是政府 我们是代办机关 其实前市中央的住宅基金 应用的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其实台湾的政策 已经是不盖国宅了 我不盖国宅 我就是给你租金补贴 所以这个国宅 其实是不符合我们政府 我们通常都是招商 我包给你 你去盖 福州合宜住宅什么 厂商自己盖 盖完之后 固定它的价钱 怎么卖给民众 剩下的就算你的 是 不会再花我们自己的钱 去盖一个住宅 可是这个完全违背他的政策 所以这笔钱呢 目前在立法院 大家是有被整个字 先冻结 甚至暂时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要花钱 为什么不用招商的 让厂商去盖 你看看那个美盒 是盖成那个样子 政府运毛钱都没花 可是台北市 还属次了100多亿 对我们还花200亿去盖 是不是更奇怪 所以目前立法院 还是讨论 这郝龙斌耗大喜功吗 我觉得就是我就跟你讲 轻抢回来怎么办 总不能退 把人还回去 可是这样很粗糙 就这样 你这个不是一个正常作业 做事情的 腦的程序逻辑 我相信他们在争取的时候 其实也许没有义务 不认为自己会争取到 就先乱扯一通 先把自己 弄得好像很大这样子 就是说哇 这个台北市弄得这样子 好像 可是问题是 这中间都不是的 都没有谱啊 你看看我们才刚办完 没谱耶 花博 我们真的有那么伟大的 规划能力 能够去争取到一个 未来这么重要的世大运 其实你那个筹备时间很短的 第二个就是说 当时也是从体委会这边送件 所以其实 说的难听一点 我们也不一定得得到 那干嘛 干嘛确定的那么好 所以我就跟你讲 亲抢回来了 老爸要给我个地方 盖房子 给我住 所以一开始 要去抢亲之前 跟老爸都还没有协谈过 万一如果被我抢到亲了 你是不是要 要给我怎么 可能有跟老爸讲一声 我要去找女朋友啦 但还没有发生事情 大家回来 已经小孩要想 肚子搞大啊 那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怎么办 你就硬着头皮 你一定要给 等于中央非得要同意不可 可是中央也很帮忙啦 已经很帮忙了 已经很帮忙了 硬找了这块地 但是呢 因为它上面 邀哥如果 大家我们去看一看 它其实它的树 长得比大安森林公园还要漂亮 那不应该把它移走啊 因为它就不盖了嘛 那要盖 那就要先移树 那移树呢 这些钱 其实都是住宅基金要出的 是 但是台北市 当然担心说来不及 所以我们就自己先动用第二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 是台北市的救命钱 就是临时有什么淹水啦 台风啊 特殊状况啊 才能动用的第二预备金 你动用了第二预备金去帮忙做这个移植计划 就中央现在就回我们一个文说 我告诉你还没有预算 你不能请你暂停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规划 那如果你要动用第二预备金的话 我将来这个 不还你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在台北市民的立场 就是说 第一你计划不周全 第二你现在 在预算程序都有问题的情况下 你动用自己的钱 然后你七早八早去给人家把数给看 将来万一 中央那笔预算 或那个用地 又有出什么状况 我就问台北市政府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备案 你肚子里面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 没有 他说我们就是要赶2017年 12天 以台北市 我都担心啦 以台北市的公共工程的 进度 你看看我们的机场捷运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什么 舞阳高降 公共工程只要delay 不要一天 delay一个月 你这12天就办不成 对 你是不是也要做一些 要备案啊 万一 万一的备案 我们要去新建做12天 但是万一没有 以台湾公共工程的进度 我真的没有信心 因为我们还有什么 争议的啊 仲裁 我们不是中国大陆 你给我做 我一定要给我做到 那天就要完工 中国大陆是这样 对不起 我要盖三峡大坝 请牵村 多少这个海拔的高度的人 以下呢 全部要牵 一牵多少人 百万人 哇塞 百万人 你牵不牵不牵 我就水又可以淹过去了 他不管你的 他不管 谁把他淹过去了 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工程进度啊 这太厉害了 而且日夜赶工啊 好厉害真的 半夜还不能做啊 而且他不是硬体这样子 软体这样 北京现在办奥运 全部不准给我土坛 我跟你讲 不准按喇叭 两件事情 北京你可以 我以前我在北京的经验就是 土坛按喇叭 都是非常糟糕的 其中疲倡 一声令下 隔天 没有人在按喇叭的 一天哦 好像有点 真的真的假的 哎 我跟你讲 因为重罚 而且你知道他们的人多 很多那个 在街坊 他们有很多小区嘛 很多那个老妇人坐在那个巷口 然后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在监控你的 所以 你按喇叭 按一声看看 他马上 我跟你讲 你马上就会被抓 被开发单 所以按喇叭跟 他们软体 这是属于人的行为 人的管理 人的管理 他可以也是马上 一声令下 就可以这样子 马上立竿见影 可是台湾真的 我们不敢期待 对啊 我们没办法期待 工工工程的品质跟时间 就是因为没办法期待 所以说一定要有备案 那是我们大家在做事情 不要说 你办那么大的活动 我们办小活动的 都要有备案 都要有备案 雨天也要备案 是 都要有这种 就是基本概念嘛 那台北市政府 这么大的一个 所以我就说 我们 怎么会没有呢 现在提出来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发现 真的是这么草率 第二个 好 就算中央要给这笔钱 就算中央这个笔 你没有问题 你都要有预备的可能性是 万一 中间有任何 公共工程 你盖房子 那个包商倒了 跑了 你看一个 机场监狱 一延档是两年 你这个12天能等吗 那个是国际赛事 你让他开天窗的话 你丢的脸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善意提醒就是 第一 你有这么急着要送自己的钱吗 第二个 你所有的案子要把它定下来 之后 可能要密集性的 马上 做相关的 准备 准备完了之后 万一不成 你台北市 我们其他的区域 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所谓的 临时住宿的设施 让选手村 我们可能 又 要预备着嘛 万一有状况 其实像你这样想 对台北市的了解 有吗 有这样的地方可以用吗 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用 但是你要去统合他 比方说 包括一些大学的宿舍 包括一些 大学宿舍 那些学生 公共 你那个12天 12天 让出来 对 上海市博会也是把人家的房子 全部 让出来 让人家住 有没有 就是直接民宿进去了 上海大陆都可以干这种事情 所以说 我们有学校宿舍 我们有公共 什么 教室会馆 我们有公共 工训中心 我们有建坛 这些都可能必须要做一个准备的可能性 对 那我们体育大学 我们有一些宿舍 有一些场馆 我们可能都必须要做一些准备 对 万一有什么状况 这个不能够 就是啊 中央一定会给我地 这个地一定会准时完工 而且准时完工之后 我们一定可以让这个选手村 能够完整的进驻 嗯 当然我们希望它是顺利的 嗯 可是说的难听一点 从这个 去争取 到得 得到这个资格 到 找这块地 嗯 真的是个笑话 嗯 怎么会 你去找完回来 内政部说 哎你讲那块地 我没有答应过你 嗯 然后你们在那边吵吵吵吵 去年八月 才把它定案 到今年的前 现在已经五月了 不见得会 不见得会给你 那你在干什么呢 那台北 我就正在问你这个问题 那台北市政府的团队在干嘛呢 这些团队的 他们就吃定你老爸 一定会盖个房子给我啦 哦 真的哦 我去抢气抢完了 你中央是老爸 你一定会 你如果不给我 你不可能不给我啦 我就赖在那边 反正要丢脸就丢我们大家的脸 是 意思就是这样嘛 意思就是我闯了任何货 爸爸反正你都会帮我买单 哦 可是呢 这样子 但是表示主事者 让我们没有办法放心 这主事者 觉得好可怕 对 你这样子做事情 不按规矩来的 不能说你今天拿着我们全台湾人民的 面子 的脸 的一些荣誉 然后呢 用来争取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可能要高雄市 只要估 86亿 4400万 他就可以办呢 为什么台北市要400亿 然后我还得非给你不可 就因为你弄的400亿 看起来洋洋傻傻嘛 就是篇幅很大 可是事实上 你做的里面是空 我讲讲话 真的是空壳子耶 你这种空壳子 但我来看就是 虚张声势嘛 就是把自己的 争取嘛 然后半大嘛 就像我们 可以争取你要奠奠自己的精良啊 我也想不到我们 你可以 怎么可以把大家的那种 期待跟什么呢 放在上面做赌注呢 啊我拿到了 怎么样 然后呢 啊我就表到了 不然你是要怎么 你能让我开天窗吗 你不行啊 你不行 所以说你大家都要配合我 可是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嘛 因为中央出一半的钱 其实就是全国老百姓的钱 是啊 台北市出一半的钱 是台北市民的钱 好 那我先进广告之后呢 我还问 那这预算怎么会差那么多 人家为什么86亿可以办 你要400亿才能办 这中间 是有灌了什么样的水还是什么 什么东西 因为花博之前也被人家骂的 对不对 花的那钱花的那么多 那以后可以怎么办呢 结果呢 花博 以后我们这个掌管呢 又可以移做什么什么用 你先去看了没有 没人 文子管嘛 连那个范可欣的好朋友 他去弄了那个 结果也赔了 赔了好多钱 对 没人嘛 啊这样子 这样子做有效益吗 进广告 广告做继续了 好欢迎接下来 啊新闻台我是刘君耀 碎耀耀 黃珊珊 黃大律师在我们现场 珊珊你好 大家好 感谢珊珊的告诉我们这么多 哎呦 哇 这如果 如果你做事 所以实在 我们虽然是 曾经在这个 小小的电视台里面 当一个小小的主管 可是这做事情的程序 没有 没有备案 然后没有那个 然后你硬要比方说 你硬要说 哎 这事情已经 就是要这样办了 然后你跟老板 要钱 要人 要设备 我告诉你老板只有一句话 你别给我滚 你现在就给我滚 可能就这样 因为什么 你完全没有办法 你计划就去拿到一个什么 国际的转播 是 我也没钱 没有钱 没有设备 没有这样的一个 哎 你没有那种本事 你为什么去做那个事情 我跟你讲 在民间企业 马上你现在给我滚 你给我乱 所以这就是我们 胡搞嘛 我们把很多地方知识全交给 地方政府以后 那地方政府当然就是 会竞争嘛 五都其实就在竞争 是 那竞争的结果就是 变成是 个性歧视 对 你不觉得台湾一个 一个国家 需要这么多直辖士吗 不需要 每个都是自己 自成一格 那这是一个很 你看你中央执政 其实等于是 等于说 五个 各自表述 然后你中央呢 哎 喜欢的就给他多一点 不喜欢的 高雄 台南 不甩他 中央就被五马分尸 被五个 五都 五马分尸 从那天还听到说 听什么杨秋新政委员说 哎呀回高雄啊 因为高雄百废待局 我想说你们都中央执政五年 你还让高雄百废待局 这话你怎么说得出来 对你是中央政府 就高雄 百废待局 对啊 那我们的国家是怎样 就是两种颜色嘛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 那以台北市这个事情来说 站在台北市的立场 我们已经得表了 我们不太可能 说不要了 这是更大的笑话 对 但是你可以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 能够稍微节省 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是 能够有相关的复案 嗯 备案 今天如果这里不行 台北市哪里可以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提供的地方 全部要整理出来 然后他 如果在这边 他交通怎么配套措施 交通动线跟场馆的距离 你不能每一天 住那边结果每天 当然交通时间 选手每次都迟到 其实你在林口才是奇怪的 比如说我在某某 我田径场旁边 我就是体育大学嘛 那我是不是在这边 就有多少田径选手 可以住这边 对他们来说 那才是最安全 是 你把它拉到林口 他能交通的往返 你会让他们 发生很多的事情 他比赛完了 他没事了 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去 选手村休息 因为交通的问题 之类的 某个程度来说 我们希望世大运在台北办好 但是办好的前提是想 真的看到你们这样粗糙的 决策也好 包括预算 包括连最基本的沟通 都没有 然后就看到中央一个公文说 因为你们应该有沟通 所以请你去找别地方 这个看了是难过 是在我们 你们两 这么重大的事情 中央跟地方是不沟通的 就跑去抢亲了 跑完抢亲 中央你要买单 弄得现在变成 林口的居民在抗议 我们的工程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开始 最重要的是 12天的场馆 能不能够 这个选手村 能不能够搭配得上 万一搭配不上呢 万一都盖好 之后是做什么使用 他要变成国宅 不是说 不是说不再盖国宅了吗 是啊 那不是违反的政策吗 是啊 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做这些事情是我们已经 确定不再盖国宅 结果你现在又盖了 为了这东西 然后又盖了一批国宅 然后又来 这个 林口地区这个地方的 住宅供应量 当然是 是需要啦 但是 会不会 会不会 这样也变成 文字馆 不知道啊 好 那我问你 你看过预算书 为什么 我们要 那四百亿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 四百亿是计划 那第一天给我们的是 两百亿 后来又第二天变成四百亿 那四百亿是怎么算出来的 包括我们台北市要增设的场馆啊 包括活动的内容啊 学手的住宿啊 那些什么裁判船啊 跟七八糟的活动费用啊 想起来 还有很多的国际行销 国际行销 那为什么人家八十六亿可以办 我们最好笑的不是这个 我们去年就开始在国际上做行销 台北市大运 但是呢 2015年的那一个国家 还没开始宣传 我们是2017嘛 对对对 2015有一个 他还没有开始宣传 我们已经开始宣传2017 所以 结论就是台北在有钱 不是 不是真有钱 是乱花钱 我认为是在乱花钱 对 因为你现在去做宣传没有意义 我说坦白话 这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当市长的人 他觉得他有意义 2014就要卸任了 对 我现在就要讲这个啊 就说 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在当市长 他认为说 我必须按规计到说 我有一个好龙兵 我2017年 是我去争取的 2017年是谁在当市长 不知道啊 谁到时候 谁会去开幕 也绝对不会是你现任的 现在的市长嘛 是不是 很多事情 你干嘛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而且贴出来 我看的是 我有一点 这个 有点瞧不起 所以将来这个 是否是或 还不知道 那不是 问题是 我觉得这个预算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随便用写的 一张纸啊 一张纸 一张纸就告诉你说 你说要花400亿 是 那为什么高雄86亿 到现在到现在 我就不理解啊 高雄的86亿 他其实也是类似计划书 计划书 他其实是内容 其实他有写的蛮清楚 就是他这个86亿是包括 选手村 还包括选手村 的新建 的新建 为什么那高雄 就是我们的建材 比较贵吧 还是怎样 高雄因为他有 他是跟中游的 中游配合 中游的宿舍 他们本身就要盖 所以盖了之后 他先跟他借 那这样不是很省钱嘛 那这样 为什么高雄可以这样做 台北市就不能这样做 台北市难道你没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提过 比如说在台北市 我们其实有自己的合一住宅 我们也在盖 我们就不拿来自己用 因为我们要集中管理 我们要集中管理 所以要去新北市抢一块地 那更好笑的不是这个 在新北市的这个 现有的这个公园的旁边 有一块 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的 在新北市领口自己的地 我们的地 三公顷 我们要盖什么 云端产业园区 影视产业园区 就我们自己去抢了别人一块地 然后我们自己那块地 要盖产业园区 那我们想说是 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说 你可以用的 可以自己控制的 你不用 他说太小了 太小了 不能不够用 三公顷也太小了 三公顷太小了 我觉得好小 好大喜功 就一定要很大 OK 所以说他自己有的地 他而且自己的地 产业园区跟这个国宅用地不一样 就不再 就不盖国宅了 怎么会 我觉得脑筋是卡在哪里的 那脑袋是想不通吗 就不再盖国宅了 你干嘛还要逼政府 逼我们纳税人 给你们的钱 然后你再拿去盖国宅了 就告诉你不要再盖国宅了 其实中央意思是 政策上是不盖了 类似像A7啊 福州合一住宅 他们就是用发包 然后键上去盖那个 让你得到一些利益 然后你就会把它盖好 我就是补贴这些 比较中地收入户的这个购物 购物的费用 或将来的贷款利息 OK 那现在问题谈到这边 大家都知道问题的荒谬性了 跟他增结点 那solution有没有 接下来那应该怎么做的 你们现在台北市 台北市长郝龙斌到底 他会听你们的 今年很重要的就是世大运的相关的预算 要开始编列在那个预算书里面 明年要做什么 后年要做什么 真正要花费大的大概是在2017年最多 2016一定有一些场馆的这个新建 所以这两年的关键就是在于 他们送的这个所谓的场馆的预算 因为这个完全是在中央 我们真的管不到 中央爱给钱就是让他给嘛 只是时间要快不要耽误我们 所以整个世大运将在2017年的话 其实这三年会是台北市对花费很大 在我们自己也要花到一百多亿啊 做什么做这些场馆 包括什么标准篮球场啊 球场啊这些 那其实这些都是 那些预定地都在哪里啊 有一些在 都是新建 都是新建 很多新建 都在台北市吗 不完全 那也会借新北市的一些场馆 像上次听张奥宇也是去 我们台北市连那个游泳池都不标准 对啊 后来都弄到那个体育学院 我们要去新北市街啊 是 我们自己花的钱 盖的游泳池是不合格的 哎呦 这个实在是 你越讲我 我越心惊胆跳 为什么会不合格啊 自己盖的 自己的规划 自己的 他这规划 我问你好 我们都盖好了之后 那规划有问题的 这些是什么厂商 有没有做乘除 这些都应该要 或者 听到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已经确定了 我们是不合格 真的 对 好那那OK 那现在这些新建的 场馆的分布 都是台北县市 就是新北跟 甚至还有租界 可能会到新竹那边 有一些地方跟他们接 对 我们其实没有 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国际城市 能够那么完整的场馆配套 我们必须要跟新北市 做一些配合 所以 还是李立拉拉 感觉上听起来 基本上是 就是花一笔大钱 可是是李立拉拉在做事情 是 因为我们既有 既有的场馆是不足的 但是是有 但不是那么够 好 那我得进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 我现在看起来 因为烂摊子 烂摊子是 摊子都已经出来了 才叫烂摊子 但问题是现在看起来 因为摊子还没有 还没有打造嘛 所以还不晓得它到底 会不会变成烂摊子 只是现在预见到 问题不少 那这些问题呢 我讲 能够 悬崖勒马 我觉得是一个 睿智的领导者 悬崖勒马 然后该怎么样去做 补墙 才是对的 不是说 哎呦我就到2014年 反正接下来是谁去 刚我也不知道啊 也不用那 我觉得那这不是做事情太多 下一任的市长是来不及准备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一定得 帮下一任市长先做好准备 因为 你今天不管 今天是你得标的哦 你今天 我觉得要负起这个样的责任 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继续跟三大大聊 好 欢迎来九八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受邀邀 黄大市长在我们现场 黄大律师你好 刘哥好大家好 我刚特别 因为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市长 如果你是台北市市长的话 现在 你现在看到这样的问题 现在一些荒谬的地方 不管 你现在是接任着 你该怎么做 现在 也就是说现在的市长 郝龙斌 我都不当做现在有市长了啦 现在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呢 让我们这一个 中央地方的预算也好啦 后来我们的管场 的这个分配也好啦 未来的使用 预算能够降到最低 能够降到能不能 我们的边算 边讲说讲要花400亿 能不能也像高雄市这样 花个86亿就OK了 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市长 该怎么做 就我刚刚讲的 就他们当时去申请的时候 是写个简单的计划 对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去精算 每一个每一个场馆 包括修缮的部分 包括新建的部分 嗯 在这几年你就要陆续 编列预算 第一个精算 对 第二个 你看台湾这两年 最严重的问题 叫做GDP的减缩 我们预估三 预估四 我不知道黄金交叉吗 对 可是我们今年 你看第一季 嗯 第一季跌到一半 那整年度的状况 它是影响什么 GDP预测 预测错了 大家觉得 啊没什么大不了 各位 它的预测是什么 是主计处根据 它的预测 来编列 下一个年度的预算 嗯 也就是说我下一个年度 因为我经济成长率3% 所以我税收可以增加多少 然后我来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 对 你一个GDP的预测失准 你所有的预算 编列都是有可能错误的 甚至就是超编的 是 当你超编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多的税收 其实你就是赤字的 嗯 因为你还 你预算支出的部分已经做了 发包了 你不可能收回来 所以就会变成什么 举债更多 嗯 那这样才能平衡 那同样的台北市 我们 依我们台北市 预估的预算额度 或者是我们当时 写那个草草的计划 可能是400亿 可是你要做市长 你要在2017年 达到这个目标 对 你要评量你台北市 所有预算排挤的可能性 是 哪里可以 从那里寄点出来钱 是 甚至增加民间的赞助 或者是其他的 能够把场馆的预算 你明明要用很贵的 嗯 一瓶几十万 对 你可以运用到 比较 现代的建材 甚至是环保的建材 而且甚至有可能 得到中央的一些 其他的政策补助的建材 对 来新建的话 我们是可以省掉很多钱 是 不然为什么台北市 每盖一个房子 就比人家贵个好几倍 是啊 实在是想不通 比高雄 对 我们是建材是用黄金颗的吗 哈哈哈哈 还有混了钻石在里面 是啊 就是我们那个 光那个建材 比例为什么都是相对 对 现在要做就是 totally到2017年 所有的几个场馆 所有该省下来钱 在台湾的GDP的状况前景 不是那么明确 明年的税收不是百分之百 那么达到你的到位的情况下 现在要做的是到2017 你整个整套计划总该详细的出来 是 我们之前可以两张纸 你像一年后不能再拿两张纸给我 对 那这个精算的话大概花多少时间 其实以他们的作业跟公务体系的 我觉得他们已经有在做 但是应该是还没出来 因为 真正的做这个都不会是公务员做 蛤 他们又要发包 设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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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筑师来开始设计 公务员现在都做什么 发包中心 他就是一个人 然后写一个 然后发包 然后以后将来说的场馆 都是这个建筑师负责 好 然后真正的公务员呢 他是不会做的 好 我们拭目以待 持续的追踪 感谢山山到我们现场 谢谢 真正公务员是不会做 他只是负责 发包而已啊 台北市发包中心